在教育部長判問中的尖交下 新人體育署長林德福總馬上任 林德福處理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中華隊經典賽三連敗 如何擺平中止與棒鞋長期不合的問題 而金行政院長林全要求檢討 經過協調 未來一級在世的祖訓賽 全全叫中華職棒處理 祖訓賽要一眼化 那是不是就把 祖訓賽的所有的工作就交給中職來負責 這個是三方都有這樣的共識 教育部長判問中也希望 曾經協調過去兩職棒聯盟和兵案的林德福 能做好協調工作 組成最強中華隊為國爭光 來促成這樣的一個國家代表隊的組成 我相信這絕對是棒球界國人的最高的一個期待 曾經擔任過中華隊總教練的 臺灣體大校長林華為 也期待各方能達成共識 一起為臺灣的體育發展效力 應該都可以坐下來好好來談的 那以後不管是怎麼樣 我想大家還是會炒組最強的中華隊 這條路來邁進 至於未來賽事票務收入 也將先作為組訓選手之用 因為棒鞋是世界棒壘球總會的正式成員 長期擔任官方窗口 未來仍由棒鞋擔任對外申請 報名參賽的角色 記者綜合報導